他正在搞洗頭水的功能 而且手頭上還有幾個項目要跟進 阿月,到底卡是出去談生意 還是想著撲水出糧給伙計? 卡沒錢出糧嗎? 阿月,是不是? 阿月,做人不要這麼心胸宅 何媽是一家人怎麼對你? 她沒當過你外人 當初撿你回來的時候 我也在餅店裡做的,我親眼看見 她疼你就像疼阿慶他們一樣 如果換作是我,我自問我又做不到了 洪姨,你想說什麼? 你別以小人之心來讀君子之福 你以為一群兄弟姐妹 去了家好預言做,沒有你份? 不是的,雖然你是養女 但是我早就跟阿祖已經商量好了 遇上你了,一事同仁家 你想說什麼? 你想說什麼?我有什麼對不起何媽 媽媽,我做錯了什麼? 你有沒有跟卡說過 寧願P.R.公司撿一粒,拿刀 也不要回家好預言做 你有沒有說過? 我有說過,我們一向是這麼開玩笑的 她還說她是大刀,我是小刀 你揍我,說拿刀 大姐 阿姨,小心身子 很害怕… 你有沒有說過 你跟卡說,說阿慶是啞的 就算回家好預言,有什麼可以做? 有沒有這麼說過? 你不用不認了 你說的話就被全公司的人聽到了 就說給Elisa聽 Elisa親口說給我聽 我沒有冤枉你 阿玥,我的孫女瓦關你什麼事? 你又很興鄉嗎? 你拿回來養,你是養女 阿玥,你立什麼心腸? 現在我們大家都想慢慢睡,卡回店裡幫忙 你就在背後打針落藥 你的心想什麼? 你這麼說嗎? 不行,你這樣做人不正確 祖母,不關閹事的 我們不回來因為我們沒興趣 更何況河媽也不會責任 不要把責任全都推到河媽那裡 河媽生你們出來養大你們 責任已經結束了 你們要為自己的前途負責任 我年輕的時候做過對不起你們的事 我現在可以當著大家 向你們說一聲對不起 如果你們心裡還是生我的氣 但是可以通街唱我狐狸精 我無論如何也無論如何 但是我要求你們一件事 千萬不要毀了你們自己的前途 媽媽,我們還是不吃了,走吧 阿豪 阿豪,你現在就一了 阿豪,你聽我說完這句話 這句是我真心真意向大家說的 交好月面,我賺這麼多錢 我吃三洗吃不完 到時候人在天堂,錢在銀行 我抱著這麼多錢做什麼 其實我早就預料了 給你們六兄弟展為發展 這是媽媽的心願 也是祖爸的心願 也是我的心願 我希望… 你別說希望,當我求求你們 想說我這次行不行,可以嗎 你們不用走,去媽媽吃飯 我上房間 媽…管家仔,相信媽媽好不好 你了解她嗎?你誤會了她 好,管家仔 你自己回去就慢慢想想 至於何媽那方面不用擔心 我有辦法能說她 媽媽,我們先走了 走吧,管家仔 你快走,好 是呀,你聽我解釋吧 是,我曾經說過類似這種話 但我不是那個意思 你不用跟我解釋了 是呀 我沒怪過你 我的確是啞的 我不是要傷心你,我知道你難受 但剛才我也很難受 總之以後你五兄弟姐妹的事 我不會再理會 你們是否回家好月園也好 也不關我的事 你們剛才有談家好月園的事嗎 我在那邊長大的 我從來沒見過她哭 她才做的眼淚是真的 我也相信她的眼淚是真的 你知道什麼?你有去嗎? 我什麼不知道 我上次在酒樓看到她 她都說得哭了 她的眼淚不停曬下,曬下 不過死忍著不漏出來 何媽?何媽?我去開門 小朋友,你怎麼來的? 好,我打算一遲兩天才來 誰知在家裡,走不安坐不下 睡不著,我還是打算過來 找些何媽聊一聊 我怎麼打算一遲 這個眼鏡 不戴又夢茶茶,戴了又頭暈暈 剛才不過夜就咬柴 阿賀,來…我今晚特地過來找你談 你無謂騰來騰去吧 如果你是為了跟我談那件事 你不需要開口 我已經說了很多事了 姜美 阿賀,你聽我說 不要… 阿紅那次真的很有誠意 我和她做十幾年夫妻 哪句真哪句假我怎麼不知道 你不需要再說了 家銘,你聽媽媽說 不如讓小朋友去玩玩玩玩 Microsoft 如果你做得不好就走吧 沒有損失的 那小朋友…沒錯,現在大了 你跟我說很多次說你無權阻礙她們 那我小朋友看你休息 你不打算休息她們怎麼會這樣過去 阿滿,不要看你… 電話根本沒開, 你是不是真的發錢寒 是又怎樣? 不這個世界, 有誰不發錢寒? 你們下午冷都不用再說了 我會親自去找阿熊, 我會給他答覆 是 玉嫂, 那個劇肥野來了 他有話想跟你說 通知職員去會議室開會 談談廣州開分店的事 順便叫劇在外面等一會 為何現在談呢? 你不是說廣州的事要慢慢考慮嗎? 我不是談那件事 我是想全世界看著那個女人 怎樣潑苦麻糕 小姐, 不好意思 我在這裡等了一個半小時 可不可以請你進去問金太太有閒尾嗎? 何姐, 你來了? 不好意思, 剛好有個很重要的會議正在開 你等一會兒, 多給五分鐘 好 剛才那些東西有沒有記錄? 很重要的, 你倆負責找資料回來 行, 還在記錄 大家可以停一停 好, 喜歡的就去洗手間, 休息一休 其實這家東西都不是這麼趕 你一輩子就要開開 我不僅會在廣州開分店 還會在站江、茂名… 開會開得不知道時間了 不好意思, 你在外面等, 請坐… 坐… 阿賀姐, 不好意思, 我們不如在這裡談 好嗎?你介意嗎? 不介意 你有什麼想跟我談?你說 阿紅, 我記得你說過 你以前在鄉下, 你家裡是養雞的 我想你很熟悉的雞是怎樣的 雞是很沒用的 開港也有說要約雞, 約雞嘛 但若果有隻麻鷹想捉她的雞, 你知道牠會怎樣 牠會把牠都收起了, 甚至拿一條鞋子來幫你 你… 唐媽媽, 幹嘛無緣無故說起雞? 賀姐,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想你誤會了 我不是想做麻鷹 我想做農夫而已 我想殺米給小雞吃而已 你辣了什麼心腸, 你自己知道 天知道, 我也知道 人人都說殷雄變了, 你的確是變了 是變本加厲 我想你誤會了 我這樣做也是為了你和小朋友 沒人比我更清楚你 1985年, 我們隔壁店的老闆女兒結婚 新娘的花球就扔中了給你 你當時和前夫還在一起很恩愛 你不需要第二段恩怨 但你眉開眼笑, 霸著那個花球 不肯讓給未嫁的女孩子 一句話, 添給我的你就大了 那個花球你要霸著 連人家的老公你也要霸著 你一個這麼自私自利的人 你會把家好月圓分給六個弟弟 你手指也不會漏出一顆米 你這樣做無非是想我們家做墨幣 想我們家爺仔, 以後沒有歡笑 個個哭, 你就開心了 我沒有…你不要誤會 我全都是真心真意為了… 你真心真意? 你真的把股份都讓出來嗎? 好, 我叫我六個子女出來 我們去律師樓簽紙作實 你把股份給我的子女 我就叫我的子女把股份給我 你馬上給我爬開 這個位置以後等我來坐 加好月圓餅家這個招牌拆下來 以後叫做何媽媽餅家 你越說越離譜了 表嫂, 猜到無謂人說 整個賠婦馬當然是這樣的 我最後問你一句 你夠不夠膽去律師樓簽紙 如果你不夠膽去 你以後不要再嫁我的子女 TVB精彩節目片段 會在TVB USA 官方頻道每日更新 未訂閱的你就快點訂閱吧 記得按下個鐘仔 就會準時收到頻道的最新資訊 我們會期 говоря 沒問題 可視可